最想坚决不放手 开始纠缠之后 才有悲伤放大了自由 你的房也太温柔 感情有错有相守 如果我说不为你不放手 谁能逼我将就 他们不过将就 感情有错有相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红帽又见一只自己 变成狼的大红袍 总有一小万年在童话这里 几菜的河 战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川流不信仰气 水花又卷入夜 时光如水 让所有很久很久以前 都走到幸福结局的时刻 好的 那时间到了 我们来开始今天晚上的课程 那同学们能听到老师说话的 给老师打一个一 能 要不他们怎么能学会说话 这个小爱音箱在说什么 还挺好玩的 好的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晚上的课程啊 那今天晚上呢 也是两个半小时的课 那我们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啊 那我们首先把昨天晚上讲的东西回顾一下 还记得昨天我们晚上整个介绍的是数字推理 是不是啊 那这数字推理整个讲的什么 大家还有印象吧 我们说在整体做数字推理的时候 第一步是什么样子的 先观察特征 是不是啊 看特征 如果是显性特征 像图形 数字 图表等等的 我们直接按照那个去做 非整数的这个明显 也就是这个特征也是非常明显的 它包括分数 小数和根号 那么数列如果长或者是有俩括号的呢 是多重 我们把这个数列拆成两或者是拆成仨之类的就可以了 大小杂乱的呢 一般就是 有声音吗 同学们有声音吗 应该是有的是吧 好的 那可能是你碰到了你的这个 呃 电脑的哪一个地方啊 那我们来看大小杂乱的呢 就是我们说的特殊数列了 那这些显性的特征 我们直接归类归类完了之后呢 我们直接按照我们这个特殊的这个数列去做就可以了 那如果是这个数字的特征 就是说那种稍微隐性一点的这个特征的啊 那我们来看 它就会是密次数 这个是我们需要实际的 我们这个这个部队文职呢 也经常考 还有呢 就是倍数关系 这个也是需要我们去判断的 那这两个呢 就是我们说的数字本身的特征 所以同学们需要对这个进行一个敏感 那如果看完了特征 显性的和隐性的都没有 我们怎么办 我们就做差 多级数列 做差最多做两次 一般情况下就有答案了 没有答案呢 我们就可以去递推啊 就可以去递推 那如果是递推呢 我们可以用圈三法或者是趋势法 那还有就是如果递推也递推不出来 是不是可以顺利放弃这道题 是不是啊 这是我们昨天晚上整个讲的这个数字推理 包含了这个数字图表 非整数数列 多重数列 特殊数列 密次数列 还有多级数列和递推数列 大家给进行一个回忆啊 进行一个回忆 那昨天晚上的这个数字推理呢 我们就过了 从今天开始啊 到我们这个最后一次课 这三次课呢 我们讲的是数学运算的内容 那数学运算呢 我们来看 它长的是一道应用题的形式 是不是啊 还记得我们小学时候的应用题 我举一个例子啊 给大家看一道题 那这种题目呢 长的就是这个 给了一段文字 或者是一个计算式 然后呢 让你通过这个文字 然后呢 进行这个数学运算 最后选出答案 是不是就长这个样子啊 其实就是我们小学时候的应用题 但是呢 它跟应用题又不太一样 是不是啊 我们小学时候的应用题呢 只能用那些个就是列式算式等等的 而我们这个题里边呢 解题方法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在讲所有的题型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解题方法 那么今天晚上我们要讲两章的内容 第一章呢 解题方法 分别是代入排除 数字特性 方程和复制 这是我们公考也好 或者说事业单位的职策也好 非常重要的数量关系的四个方法啊 把这四个方法汇了 大部分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那具体的题型呢 我们从第二章开始 今天的第二章呢 是我们说的这个基础计算 也希望同学们认真听 那我们从简入 从意入难 好不好 先来看一下比较简单的代入排除法 那什么是代入排除法呢 顾名思义 代入排除法 它适合做什么样子的题啊 就是我们的这样子的公考 或者说是职策的题 是吧 因为它是选择题 同学们拿到这个题目之后会发现 除了那些写作文 写作之类的话 但一般我们来说 数量关系这一块呢 全都是选择题 那选择题跟填空题有什么区别 大家想没想过 就填空题的话 如果到这个时间到了 你没有办法 你胡乱写也写不对 对不对 但是选择题呢 你还是有很大的概率蒙对的 ABCD 你蒙一个A 背不住就是四分之一的正确率 是吧 那这个BCD呢 也是这样子的 但我们的代入排除法呢 不是蒙 而是什么呢 而是一个从答案到题干的这么一个过程 我们可以把这四个选项的数值 带入到原题目中进行验证 如果这些答案的数值符合题 那就是正确的呀 对吧 全部符合题 它就是正确的 有一个条件它不满足 那就可以给它排除了 所以说这就叫代入排除 把答案带到题里边去 符合的就选 不符合的就排除 非常简单 是吧 其实不光是数学 我们很多的这个 包括判断推理啊 言语啊 等等的 其实都是代入排除法 那我们来看 数学的代入排除法 更适合于哪些题型呢 来看一下代入排除法的适用范围啊 首先呢 我们得想到 这个呢 是同学们经常会遗忘的 就是我们老把它当成填空题做 你得时时刻刻想到 是选择题啊 有困难找代入排除 填空题正向做做不出来了 那我们就可以从答案入手 所以这个意识一定是要有的 是选择题 那什么样子的题 就是更优先使用代入排除呢 我们给出了一些题型 首先呢 是年龄问题 什么是年龄问题啊 非常简单 涉及到我们的岁数的 涉及到我们的年龄的 还有那种出生年月的 一般情况下年龄问题 如果年龄问题可以代入排除 我们都是代入排除的 不可以的话呢 可以选择方程去做啊 这是说年龄问题 那然后呢 就是余数问题 什么是余数问题呢 一会儿我们给大家展示一道 什么是余数问题 说白了呢 就是你比如说 我拿五块糖分给两个小朋友 是不是每个小朋友 可以分两块啊 这时候是不是还余一块啊 那你看 出现这种剩余 余之类的这种事情 就是余数问题 非常简单的一个定义啊 那接下来呢 是多位数问题 什么是多位数问题呢 我们想一想 一这个数是一位数 是吧 那一二呢 是两位数 一二三呢 三位数 那我们把这种 两位数 及两位数以上的 像一二三 甚至一二三四五 这种五位数 我们都管它叫多位数问题 很简单啊 就是数位比较多的问题 我们管它叫多位数问题 不定方程 又是何等的这个提醒呢 一会儿我们具体去看 在这里我们不用纠结 它们的概念啊 你知道有这么四种提醒 我们优先使用代入排除 就可以了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提问 提问如果出现了什么 最多的呀 最小的呀 最少的 最大的等等的 那我们如果走投无路 也可以使用代入排除 那记住这个代入排除 是有技巧的 是吧 那你比如说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假如他问你 最少几个人就可以的话 最少几个人 就可以满足提议 那答案选项分别是 一二三四 同学们 你们要从哪一个开始带呀 就ABCD分别是一二三四 你从哪一个开始带呀 我们会发现同学们 就有从二开始带的是吧 那我们如何当第一同学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假如二带进去符合提议 一这个A选项带进去 也符合提议 那你要选哪一个呢 是不是得选择A选项呀 没毛病吧 也就是说 二如果也对 一如果也对 你也得选A 因为问的是最少几个人 就可以怎么样 所以最少的是一个人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为什么还要从二开始带呢 我们是不是直接从一开始带就行了 所以这里边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呀 问最小或者是问最少 我们从什么地方开始带 那就从最小或最少的开始带 注意啊 方向是一致的 问的是最小的或最少的 那么就带入最小的或最少的 那有同学说 老师那如果是问最多的呢 或者是问最大的呢 那是不是我们就从最大最多的开始带就可以了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这个这个概念啊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最直带入的逻辑 问小的就带小的 问大的就带大的 就这个意思 好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最直带入的这样一个技巧 那这里边呢还有一个特征就是选项里边 选项如我们知道一二三四这种的 每个选项一个数是吧 那有的选项呢 他不是一一二三四 他是一三 然后二四三五四六这种的 每个选项不止一个数值 数值比较多 我们管他叫多数值特征 那这种多数值特征呢 是我们使用带入排除的一个特征啊 看见多数值 我们优先选择带入排除就可以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大概知道了使用的这个特征 是吧 提醒还有这个问题和选项都是有特征的 发现了这些特征呢 我们就可以优先使用带入排除 那怎么来进行代入呢 我们来具体的题里边去看一看啊 还是很简单的 你比如说礼仪这道题 礼仪这道题 首先问同学们一个问题 这是什么问题呢 就这个提醒是什么呀 提醒 其实看一眼非常容易判断 是吧 三口人妈妈比这个儿子大多少岁 还有年龄之和 这毫无疑问是个年龄问题 这个没疑问吧 是个年龄类型的问题啊 只要它涉及到年龄相关 它就是年龄问题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选项 选项是不是多数值啊 选项每个选项都有三个数值 选项是三个数值 那我们来看啊 提醒年龄问题 选项多数值都非常符合代入排除的特征 那这一切在十秒之中 十秒之内我们已经观察完毕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他们这两个事情是不是都指向的是代入排除啊 是吧 所以我们这道题选择的方法通过读题选择的方法就是代入排除 那好了 我们代入排除一把 怎么代呢 来看一下条件 这里边有哪些条件呢 一家三口妈妈比儿子大26岁 这是第一个条件 是不是啊 妈妈比儿子大26岁 第一个条件 爸爸比儿子大33岁 这是第二个条件 那还有一个条件呢 就是95年一家三口的年龄之和为62 我们怎么去代入这些条件呢 来看一下这个选项给出的分别是什么呀 第一个数值是儿子 第二个数值是妈妈 第三个数值是爸爸 那我们来看啊 这三个数值里边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取代 你比如说A选项 妈妈如果要比儿子大26岁 是不是就意味着第二个数要比第一个数大26啊 也就是51减23 如果是26 它就符合第一个条件 是这个概念吧 可是它是26吗 它并不是26 是吧 我们看尾数就行了 这个1减3尾数应该是8 它不是26岁 应该是28岁 所以A选项是不是可以排除啊 代入第一个条件 A选项就被排除了 是这样子的吧 这是我们说的代入A选项进行排除啊 那我们把BCD也带到第一个条件里边试一试 24加上26 是不是50 是50 是吧 妈妈比儿子大26岁 那这个C选项呢 25加26也是51 26加26也是52 第一个条件 我们只能干掉A选项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条件 说爸爸比儿子大33岁 是不是也就是说24这个数加上33应该是57啊 我们来看啊 24加33确实是57 那C选项呢 25加上33是57吗 不是的是吧 5加3尾数是8 所以C选项这个爸爸比儿子大33岁不符合条件 不符合题目的条件 那再来看最后一个 26和这个58 26加33能等于58吗 也不等于是吧 它等于应该是59 所以这个条件 B选项也不符合 所以你看啊 我们只通过两个条件就干掉了ACD 所以你看现在我们的答案是不是只剩下一个B了 那只剩下一个B了 你也不用验证第三个条件了 它肯定是对的 能理解吧 就是我们通过两个条件的这样代入排除掉了三个选项 所以我们直接选择2B就结束战斗了 这就是我们说的代入排除啊 我不知道这个题同学们是怎么做的 如果这个题去列方程是不是就有点慢呀 是吧 只只要你看这几个数 你给它带进去 你就会发现还是很快的啊 那有没有对代入排除这个方法感觉到一丝丝的兴趣呢 而且感觉并不难 是吧 能有这种体会的给我打一个这个666啊 打一个666 这个题选2B小菜妖 你是从哪看到的选B啊 这个答案应该我都附在你们的讲义后边了啊 附在你们的讲义后边了 自己去看就行了 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来看一下列二这个题 列二这个题 同学们来看一下 五位数 左边三位是右边两位数的这个五倍 这是第一个条件 是吧 然后把右边的两位数移到前面 心得的五位数比原来的五位数的二倍还多 75是第二个条件 我们来看五位五位的还有三位两位的 这是什么问题呢 首先观察一下读题之后判断题型 这应该是个多位数问题 问题吧 多位数问题啊 那多位数问题我们刚才也说了 优先使用代入排除 那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使用代入排除呢 第一个条件说 左边的三位数是右边两位数的五倍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 它不像刚才那个立一那种加26或者加33那么好带 是吧 所以这个呢 我们一个选项一个选项的来 因为它条件少 那我们先把A选项代入试一下 左边的三位数125 是不是右边这个两位数的五倍啊 25的五倍啊 是的 是不是啊 25乘以5就是125 没问题 第一个条件符合 第二个条件呢 如果把右边的两位数移到前面 那也就变成了25125 没问题吧 他说比原来的五位数的二倍多75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原来的五位数的二倍是12525乘以2 也就是多少呢 也就是25050 没问题吧 他说了这个数比这个数还多75 是不是也就是这个前面的这个数加上75就可以了 那我们来看看它相不相等啊 确实相等 没问题吧 25050加上75确实等于25125 哎 这两个条件它都符合 那你说A选项它是不是就是对的呀 没问题吧 所以此时你还用验证BCD吗 不用验证了 因为一共就两个条件 我们验 带进去验证 发现它都符合 所以直接选择A 走人就完事了 这是我们说的第二这道题 那如果同学没有兴趣 也可以把BCD带入进去验证一下 看看它为什么不对 好不好 正常的来说 应该是第一个条件都满足 第二个条件 三个都不满足 好 这是我们说的第二这道题 这道题有没有什么疑问呢 同学们 应该没啥大的疑问 是吧 我们就把这个题 把这个数往里带进去 带进去之后呢 我们就发现 原来我们两个条件都符合 那我们直接选择A 结束战斗 好不好 那好了 我们继续往后看啊 那规矩跟昨天还是一样的 如果有同学对这个题 就对当前讲的这个题不明白呢 可以打一个4 我会停下来等你这个疑问啊 如果没有疑问呢 我们打个666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例三 例三这道题呢 就深深的能看出命题人的 这个毫无逻辑 是不是啊 就是没有常识啊 那我们来看看 它是怎么描述这个问题的 他在一堆桃子旁边住着五只猴子 猴子住在桃子旁边 然后深夜呢 第一只猴子起来偷吃了一个 剩下的呢 正好能平均分成五份 他藏起了自己的一份 然后去睡觉了 过了一会儿第二只猴子 也起来偷吃了一个 你看 剩下的 剩下的平均分 剩下的平均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后来都依次这样做了 那这种题是什么问题呢 刚才我们说 五除以二应该等于二 然后呢 还余一个一 那这个呢 就是余数问题 怎么判断是余数问题呢 这里我们可以引入一个特征字眼啊 余数问题是怎么判断的 假如你在题目中发现什么剩 包括什么剩下呀 剩得呀 剩余呀之类的 还有这种平均分配 平均分完了 还剩多少等等的 你当你发现这种字眼的时候 就可以判断是余数问题了 那余数问题的话 我们是不是搞代入排除就可以了 余数问题啊 剩下的什么平均分配的这些东西 都是用余数来解决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提问 问的是什么呢 桃子最少有多少个 问桃子最少 我们应该怎么办 是不是我们应该从最小的开始代啊 因为如果D也符合 C也符合 那肯定选择的是4D 是不是啊 但是这个题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有没有更快一点的方法呀 第一只桃子起来偷吃了一个 也就是桃子的总数 减去1之后 再能分成5份 是这意思吧 它能被分成5份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们想一想 那个猴子应该一般不配刀 是不是啊 所以他应该是把这个桃子 按照个数分的 那桃子如果是完整的的话 那你说对桃子的数目有什么要求啊 这个桃子的数目减去1 得能被5整除 能理解这个概念吧 那你说啊 你比如说这个A选项 4520 他减去1之后应该是多少 4519 4519能除开5吗 同学们知道 知不知道能不能除开5啊 不能除开5 是吧 你可以算一算 他不能除开 或者一会儿我们讲数字特效 尾数 他得是5的倍数 什么0和5才行 那如果这个A选项 不能除开5 那A是不是直接就排除了呀 能理解吧 那有同学说这个把B也可以优先排除 是不是道理也是一样的 这个B的尾数是2 2减去1 那也就是3841 是不是也不能被5整除啊 不能被5整除 所以AB就都被干掉了 就这两个选项是被干掉的啊 那在CD里边 我们找一个这个最小的先代入 是不是啊 先来看一下啊 假如这个桃子的数量是D的话 那我们来看 第一只猴子 偷吃了一个之后 还剩下2100 分成五份 一份是多少 是420吧 420啊 420是这个第一只猴子藏起来的 藏起来之后 我们来看剩下多少呢 2100减去420 也就是1680 是1680吧 1680 这个时候第二只猴子起来了 也偷吃一个 偷吃完了呢 再去分成五份 我们看一下1680减去1之后 它的尾数就变成9了 是不是啊 能整除5吗 依然不能整除5 所以这个D选项只能满足第一只猴子 是不是啊 剩下的那几只猴子都不行 所以4D选项也被干掉了 那你看 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呀 不是去验证C选项啊 因为你看 一共就有四个答案 然后你已经干掉三个了 你还验证个什么劲呢 你直接把C选项 选上走人 就完事了 是不是啊 因为ABD 它都不符合题 所以直接选C 就可以了 那这道题呢 其实点还是蛮多的 我们给大家书纳这个书纳归书理归纳一下啊 首先呢 我们是一个余数问题的特征判断 这一块呢 大家可以把它记下来 余数问题的判断特征就是 剩下的剩余的什么剩的 平均分之后有剩下的就是余数问题 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是什么呢 在桃子的数目能够分成五份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整除的这样一个特性 快速的去排除AB选项 也就是用五的倍数这么一个特性 去排除掉AB选项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第三个点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说的 问桃子最少有多少个 刚才有同学问 这是最值特征吗 这当然是了 所以问最少从最小的带 带入D选项 那发现不可行 也不是五的位数 所以选择C就可以了 一共是三个点啊 画了三个星星 那同学们把这三个点再梳理一下 余数问题的特种 五的倍数的判断 还有最值问题的代入 好不好 这是我们说的第三这道题 那这道题同学们听懂了吗 没有疑问的同学给老师打个666 有疑问的呢打一个4 好不好 大家觉得代入排除这一块感觉还好 是吧 感觉还好 所以在考场上呢 如果看到了能代入排除的题目 尽量的优先代入排除就可以了啊 那我们继续来看这第四个题 第四个题说的是什么呢 如果设A和B均为正整数 也就是它是正整数 而且呢有个等式 11A加上7B等于132是成立的 问你A的值是多少 我们首先来回忆一下啊 你看这个式子里边有AB这两个位置数 是不是啊 那这种含有位置数的等式 同学们叫什么来着 含有位置数的等式叫方程 还记得这句话吧 这是我们小时候学方程的第一要义啊 含有位置数的等式叫方程 所以呢 这个11A加上7B 然后等于132 毫无疑问是个方程 是这意思吧 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方程跟我们常见的那些方程 有没有区别呢 有区别 是不是啊 方程是能解出来的 而这个里边的位置数有几个呀 有两个 方程也就是等式的个数有几个呢 才有一个 所以我们把这种位置数的个数 大于这个等式个数的叫做什么呢 叫做不定方程 注意啊 这就是不定方程的概念 不定方程 或者我们还会有一点不定方程组 那方程等式可能有两个位置数就会有三个 或者甚至是四个方程 和不定方程的定义 大家可以把它记一下啊 尤其是不定方程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不定方程 它是位置数的个数 大于等式的个数的方程 叫做不定方程 为什么说不定呢 因为它的解不是固定的 是吧 解不是固定的 那解不是固定的 为什么还让我们求A的值呢 因为在我们公考里呢 一般情况下会有限定条件 什么限定条件 就是一般情况下 它应该是正整数 什么人数呀 车数呀 什么次数啊 等等的 像这个题呢 它直接告诉了我们A和B就是正整数 所以呢 有限制条件之后 我们就非常的 就非常的这个明确了 这个目标就非常明确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题我们怎么去代入排除呢 不定方程 刚才我们说了 是吧 优先使用代入排除 怎么去代入排除呢 问A的值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四个选项 代一下呀 那怎么代呢 有同学说老师 六四三五 我挨个儿代吧 挨个儿代也可以 是吧 或者你居中代入也行 从四和五开始代 因为我们的答案一般 是不是就在中间 这两个选项里啊 是吧 就不是B和C啊 注意 是四和五 这两个居中的数里边 那我们看 带一个四 再带一个五 看看行不行啊 先带一个四 十一 如果A是四的话 那我们来看 对于这个方程而言 那也就是十一乘以四 加上七B 应该等于132 那132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七B 应该等于多少呀 七B应该等于132 减去44 是不是啊 也就等于88 是88吧 88 那我们来看啊 如果B是正整数的话 那你说 7B等于88 B能是正整数吗 不能 是吧 88除以7 它是除不开的 所以B不是正整数 所以你看 这个A如果等于4 是不是就不符合提议啊 所以B选项它是错的 能理解吧 那好了 如果B选项带进去 你理解了是错的 我们再来带一个B选项 11乘以5 加上7B 等于132 那此时的7B应该等于多少 应该等于132 减去55 那也就是77 所以这个时候B等于多少呢 同学们 B应该等于的是11 没问题吧 所以我们发现 此时A等于5 B等于11 符合不符合提议啊 完全符合提议 等式也成立 俩数也都是正整数 是不是啊 所以说D选项呢 完全符合提议 那就是我们的答案 选择的呢 是4D选项 这是例四这个题的第一种做法 叫做代入排除 那这个代入排除 同学们理解了吗 就是理解了我们说的 不定方程优先使用代入排除 这个方法了吗 如果理解了 先别着急打6啊 先别着急打6 那同学们 你们做这道题 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呀 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呀 如果没有的话 我在这里给同学们说一个方法 好不好 我们管这个不定方程这种题呢 因为它这个考的还蛮多的 所以呢 我们总结了很多种方法 什么方法呢 第一个方法是代入排除 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呢 是数字特性 数字特性呢 可以使用在不定方程里边 求解的会更快一些 你比如说啊 你们会发现 你看为什么是8877 这种11的倍数呀 为什么呀 因为11A加上7B 等于的这个132啊 它其实是11乘以12 这个能理解吗 就是这个132 其实是11乘以12 能理解吗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你说啊 如果11A加7B 等于11乘以12 那你说11A 是不是应该是11的倍数呀 没问题吧 那这个132 现在看也是11的倍数 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说这个7B 是不是11的倍数呀 两个数字和等于另一个数 其中这一个数和这个和 都是11的倍数 那7B是不是11的倍数啊 它一定是11的倍数 能理解吧 如果它不是 这等数就不成立了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呢 也能被11等数 那也就是说 7B是11的倍数呗 7不是11的倍数 那只能是B是11的倍数了 对不对 B是11的倍数 你看B能等于多少呀 11乘以12了 B也只能等于11 是吧 22它就超了 所以B等于11 我们带进去 你会发现A等于5 OK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方法 这个方法叫什么呢 叫做因子特性 是我们数字特性里边的一个内容 也就是说 在不定方程中 如果这个所有的部分里边 只有一个部分不能被一个数整除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被一个数整除 那么其他的部分都能被一个数整除的话 那这个部分一定也能被这个数整除 听懂我在说什么没 就我给大家抽象一下 就是AX加BY等于C这种形式下 这三个部分里边只要有两个部分能被一个数整除 那剩下的那个部分一定也能被那个数整除 这是第二种方法啊 叫做因子特性 那根据这个特性呢 这个题就解出来就更快了 是不是 好 这个题 我再说一遍啊 这个西是西 施洛西同学 没叫错是吧 AX加BY等于C 这是常见的不定方程的形式 在这个形式里边 三个部分 是三个部分吧 一个部分 两个部分 三个部分 这三个部分里边有两个部分能被一个数整除 那么第三个部分一定也能被这个数整除 说完了啊 不再说了啊 再没听见的看路过去了 好吧 那这个例四 此时还有没有什么疑问呢 如果此时没有疑问了 给老师打打这个666就可以了啊 打666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代入排除啊 代入排除 那代入排除 亲子呢 哪里没听懂 亲子哪里没听懂 还有这个雪同学 没听懂的可以把疑问打在我们的聊天屏上 没听懂的打疑问啊 打疑问 这个因子特性的应该说是我们整个数学里边非常简单的一个内容了 如果这个内容没听懂的话 说实话啊 就是后边的题可能会更难一些 那听起来就更吃力了 所以在这一块呢 还是先把这个 先把这个 先把这个东西搞定啊 一眼就能看到这个 一眼就能看到这个 你们的问题好搞笑呀 这为什么还会有个个例不行呢 不会的 这是数学原理啊 你可以去推断一下 不要老怀疑别人啊 是没问题的 先回答一下 5857 没有个例 三个部分里边 如果他们这个等式成立 三个部分里边有两个都能被一个数整除另一个肯定是可以的啊 那这个 这个第二种还不会 那你想让我干啥呢 再讲一遍 除以11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啊 11a是不是11的倍数呀 清子你这句话理解不 11a是不是11的倍数 清子回答我一下 是的话打一个1 11z的a a是个正整数 11a是不是肯定是11的倍数 这没问题是吧 那132他等于11乘以12 他是不是11的倍数 再回答我一下 132是不是11的倍数 清子 也是 那你看 这两个都是11的倍数 根据我们刚才说的 ax加by等于c里边 两个都能被11整除 那另外这一个肯定也能被11整除啊 这不就一句话的事吗 所以这个7b就能被11整除 能理解吧 所以7b能被11整除 那肯定b得是11的倍数呗 是吧 7b是11的倍数 只能是这个b是11的倍数了 那b是11的倍数 这里边也等不了22是吧 因为等22的时候 这个a就不是正整数了 所以b只能等于11 所以a就只能等于5了 就是你带进去算一下就可以了 那5857同学又问 这个前提是需要整数吗 这个题目已经说了呀 a b均为正整数 是这意思吧 这个摸摸说 这个方法懂了 不太清楚 怎么从题考虑到这一点 我知道你们的疑问在哪了 你们的疑问在于 132是怎么看出是11乘以12的 是这样子的吧 是这意思吧 看不出来132等于11乘以12 那不要说对啊 那应该是错的 为什么呀 你们昨天讲这个密次数的时候 还记得11的平方是多少不 11的平方是121 那132不就是121又加了个11吗 是不是 所以就当然现在建立起这种联系 还稍微有点困难啊 当你们题做多了 就就能建立起这种联系了 好吧 现在建立起联系 还稍微有些困难 那我问同学们 呃 我我简单的问一下啊 你比如说 这个144是不是11的位数 肯定不是 是吧 但是143呢 143是不是就11的位数了 是吧 能看出来是 是不是 所以这是要多摸的啊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一会儿呢 会专门讲到不定方程 专门讲到不定方程的时候 你会发现 既有特性跟因子特性 是解决不定方程的两个方法 所以呢 你就会专门的去找因子特性 专门去找因子特性啊 就不是说我知道它是11的位数 才告诉你们 而是我需要知道132是11的位数 还是7的位数 能理解吧 就如果132是7的位数 那这就是把那个 那个A就能为7整出 如果它是11的位数呢 B就能为11整出 是我特意去找的 那如果我特意去找的话 那你说132 你给他拆一拆 那只能是11的位数啊 因为除以7除不开 能理解吧 就现在我们说不定方程 用因子特性解 你们可能还不太理解啊 因为我们还没讲到 不定方程这个特殊的章节 如果讲到了 你们就会发现了 既有特性 如果不好用的话 我们会特意的去寻找因子特性的 能理解了吧 好 这是我们说的例四这道题啊 那大家呢 这个我我看出来了啊 大家这个基础确实在三 这个这个范畴里 是吧 有二有四 大家确实在三这里 那不要紧啊 我们先把简单的东西学会 好不好 先把简单的东西学会 学会了之后 再一步一步的来 那如果实在不行呢 我们的数量关系 可以把数推做了 就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部队文职的这个数量关系的数推是 是藏在我们的一堆数学运算里边的啊 他不是单令的给你提出来的 你可以看看真题 那如果是这种状况的话 我们可以把数推做了 把能做的方程基础应用题做了 那别的呢 就不管他了 让他去了就行了 好不好 就是量力而行就可以了 好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章 代入排除 我们总结一下 基本逻辑 大家一定要记着 就是选择题 它是选出答案就行了 所以要记住这件事 有困难找代入排除 那基本特征有哪些呢 我再重复一下 题型里边有年龄问题 余数问题 多位数问题和不定方程 记住这四个 提问呢 最值特征就可以了 那选项呢 选项可以叫做多数值 跟多选项是一个意思啊 就老师的叫法不一样 有这种选项的数比较多 那我们就可以优先使用代入排除 那有哪些解题技巧呢 最值代入 对应的是最值特征 最减代入呢 就是我们居中 就是比如说有100 有103 那我们可以先代入个100 简单代入就可以了 数字特性呢 是我们特殊的一种代入排除 一会儿我们就要讲到这一节了 是为什么说它是特殊的代入排除呢 我们想一想啊 如果我们判断出了一个数 应该是一个奇数 而答案选项呢 有1 有2 有3 有4 你说你选哪一个呀 如果它是个奇数 你是不是瞬间就会发现 2跟4 它是不对的呀 所以也就是说 数字特性 它是一个排除的技巧啊 如果发现是奇数 能干掉两个 当然有的时候 特别好的时候 能干掉三个 是不是啊 那如果能干掉两个 那也能把你的这个 这个蒙皮的概率 也能提高一倍 是不是啊 所以说呢 数字特性 就是我们的秒杀技巧 我们来看一下数字特性 好不好 来看一下啊 看一下我们的第二节 数字特性法 在这里呢 我们着重讲三个数字特性 第一个是基偶特性 第二个是整除特性 第三个呢 是倍数特性 我们挨个来啊 别着急 先来看基偶特性 我们从最简单的 基偶特性的这个 这个概念讲起 我们还记得什么是基数 什么是偶数不 说白了 不能被二整除的就是基数 是吧 当然我们的前提条件是 就这里有一个最大的前提条件 就是数字特性 都是在整数范围内进行讨论的啊 注意是整数 不一定是正整数啊 就负的也可以 在整数范围内进行讨论的 那所以说你看啊 不能被二整除的 我们管它叫什么呀 叫基数 是不是啊 什么13579啊 这都是基数 那偶数是什么概念呢 能被二整除的就是偶数呗 24680 这个没问题 是不是啊 这个有问题的给我打一个4 应该没问题吧 这个如果有问题 就这个课真的就会听得太吃力了 就会 好 这是我们说的基数和偶数 那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 两个基数相加得到什么数啊 如果脑子一师不转 我们可以想举一个例子 是吧 两个基数相加 1加3能于多少 是不是等于4啊 这是个什么数啊 是偶数 所以两个基数相加得到的是偶数 同样的你也可以举一个例子 发现两个基数相减呢 得到的也是一个偶数 这没问题啊 那两个偶数相加点呢 那必然还是偶数 是吧 你比如说4加2 他得到的是6 所以他必然还是偶数 那我们再来看 那这个基数跟基数相加点是偶数 偶数跟偶数相加点也是偶数 那如果我出来个一基一偶呢 一个基数和一个偶数相加点 会得到什么数啊 我们举一个例子 3加上一个2 是什么说 得到的是5 是级数 是这意思吧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了 那在这个基数的这个东西 我们想明白了之后 发现得到一个什么结论啊 这两个数字相加点的时候 如果基有性是一样的 同性为偶 同性就找到了自己的配偶 是不是啊 那异性呢 反而就搞成了基有 是吧 异性为基 这是反人类的啊 所以我们会发现 如果这个两个数的核或差 是一个基数的话 那这两个数呢 必然是一基一偶的 如果它是偶数呢 那只能说它都是基数 或者是都是偶数 我我说了这么多基有基有的 大家听懂了没有 就是两个数的性质 就是基有性一样的时候 它都是偶数 加点 那如果两个数一基有 它们加点之后呢 就会是基数 这是我们的推论一 大家有没有问题呢 没有问题 给老师打一个六啊 那我们会发现 那如果两个数的核与差 基有性是不是一样的呀 是吧 因为你看这个我们的基础性质里面 加和减我们都放在一起 你会发现它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呢 如果这两个数的核是基数 那么它的差也是个基数 能理解吧 就比如说 A加上B是等于13 这是个什么说 基数 那我问你A减B等于多少 现在给你四个答案 A它是2 B是4 这个C是5 B是6 同学们 在整数的范围里边 你选哪一个 ABCD你选哪一个 2 4 5 6 是不是肯定选择的是 还有选6的 A加B等于13 它是一个基数 那A减B应该是什么数啊 也是个基数呀 是不是啊 所以肯定选择的是C选项嘛 就这个意思 5857同学 你现在这个 对 改口还来得及啊 好的 这就是我们说的基有特性啊 基有特性 那我们讨论加减 那我们也也看一下这个乘除啊 乘除 其实除呢 一般就是我们不设计 我们只涉及到乘 我们来看一下啊 其实这个呢 也非常简单 你说那基数里边一直相乘 什么1乘3乘5乘7的 你乘的再多 它也是个基数 对不对 因为你这里边一直没有2 是这意思吧 一直没有2 那所以呢 你只要预见了偶数相乘 那就是有偶数了 所以它就是偶数 所以呢 只要在相乘的时候啊 只要有一个是偶数 成绩就是偶数 就是偶数只要一出现 结果就一定是偶数了 注意这是乘法 如果说这个两个数的成绩是基数了 那铁定俩数都得是基数 才能是基数 我举个例子 大家就明白了 你比如说6X 是基数还是偶数 一定是偶数 是不是啊 有的人说老师 X还不知道是谁呢 但是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6 它就是已经是偶数了 所以6去乘以一个X 结果一定是偶数 那我们来看 再来看一个啊 7倍的Y加上一个这个3 它等于1012吧 我们来看一下 你说Y是基数还是偶数啊 就是如果我们不做的话 就是就是这么猛的一看的话 不应该是12啊 应该是17 17对吧 肯定是个偶数 是吧 为什么呀 因为17是基数 三是基数 两个基数一减 还就成了偶数了 是吧 从性为偶嘛 所以这里边7是基数 Y就只能是偶数了 是这意思吧 这5857同学说的对啊 就是5637同学说的是更对的 就这个是基数 这个也是基数 所以你看 Y肯定得是个偶数 对吧 所以Y是偶数 才能基偶得基数 是这个意思啊 这是我们说的基5特性 那好了 我们根据这个来做一个题 大家就就了然了啊 光说这个知识点 还有点抽象 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基5特性的应用 基5特性呢 主要应用于 就是第一个呢 我们也辨识不出来 我说个实话啊 一般人是很难辨识的 除非你看到答案了 你才会想起来 一般情况下 基5特性呢 就主要用于求解 不定方程 这种AX加BY等于C 这一类的不定方程 主要是用基5特性 来求解的 你比如说 我们来看一道题啊 利益这道题 同学们提前预习了吗 我一直强调 同学们要想学的好 一定得预习啊 就是光在这指着上课 听着两个半小时 肯定是不够的 要提前预习 那提前预习的时候 做利益了吗 做完了选择的是哪一个呢 不知道大家的做法 是哪一个 是不是 那我们来看 这个题我们怎么做 是最快的呀 问你的是什么呀 最多可值数多少颗 是这意思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题目的信息量非常的大 对吧 有人均的车费 有X人 供值数Y颗 Y跟X之间 还有这么一个 这是什么呀 同学们 含有位置数的等式 是吧 而且呢 是两个位置数 是不是不定方程啊 Y等于8X减15 问的是最多可值数多少颗 这问的是什么呢 是不是就问的 这个供值数Y颗 也就是说白了 问的就是Y呀 这没问题吧 就是我们忽略一切这些个 特别庞达的信息 因为考场上 我们也没工夫看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最多可值数多少颗 是不是问的 就是这个Y呀 没问题 是吧 供值数多少颗嘛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问的就是Y 我们看一下 既有特性能不能帮我们一点忙呢 15是什么数 15是个极数 没问题吧 8X是什么数 刚才我们说了 只要有8出现了 它肯定是个偶数 好了 同学们 一个偶数去减一个极数 那它应该得什么数 你可以比划一下 2-1 那是什么数 极数 是不是 所以Y呢 一定是个极数 根据我们的既有特性 所以Y如果是极数了 你看一下选项 你选谁呀 是不是BCD 瞬间就被干掉了 选择A就可以了 所以呢 立一这个题 如果你不是这么做的 那你就慢了 是不是啊 所以这里我只讲这种秒杀的方法啊 这种秒杀的方法 我们记住这个方法 叫什么呀 极偶特性 好 有没有问题呢 没有问题的 给老师打个666啊 同学们是这么做的吗 如果不是这么做的 记住这个方法啊 其实我们发现有不定方程了 我们就可以 发现有不定方程了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法去秒杀 好不好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 立一这道题啊 极偶特性 那好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特性 叫做整除特性 那整除特性是个什么概念呢 它说的是一些数字的倍数 你比如说啊 这里边有一些数字 我们公考中常见的 你们有没有觉得公考中 现在感觉就是那个小学应用题啊 是吧 那小学的时候 我们玩的那些数 其实都挺简单 都是一到二十的数吧 所以我们把这些小的数字 来看一下就明白了 二 它的这个整除是怎么判断的呀 刚才我们说 二的倍数 其实就是偶数 那你看 一二三四五六 你是如何判断 它是一个偶数的呀 我们是不是看末一位就行了 前面的一二三四五都不用管 是不是啊 这末位是六 六能被二整除 所以我们就说 这个数都能被二整除 是这样子的吧 所以这是我们说的 这个二的整除特性啊 我们二 因为这个前面十以上的 这个十倍的都能被二整除了 所以呢 我们会发现 只要看末位就可以了 这个同学没有问题 是不是啊 那好了 我们再来看 如果是四呢 一二三四五六 能不能被四整除啊 这个要看末几位呢 这个要看末两位数字 为什么呢 因为四一百的 一百是四的位数 是吧 所以这个前面的这个摆 这个摆位起前面的这些都能整除四 只有后边的这两个数 如果他能被四整除 那这个数就能被四整除 所以看的是末两位 那我们来看末两位 五十六除以四 得到的是十四 能被整除 是不是啊 所以就搞定了 二末一位 四末两位 那你说八呢 一二三四五六 能不能被八整除啊 我们看末几位啊 我们是不是看末三位就可以了 因为一千是八的位数嘛 是吧 一千等于八乘以一百二十五 那我们来看末三位就可以了 四百五十六 是不是八的位数啊 好像还真是是吧 四五六四四十五除以八 应该是五五五 完了之后 余一个是可以的 是不是啊 可以 所以他也是八的位数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数字 虽然写的简单 但是他还挺神奇 二四八都是他的约数 那我们来看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发现了 二的话看末一位 再乘一个二四 看末两位 再乘一个二八 就看末三位 所以我问大家一个不考的 大家感受一下 那你说十六的位数 看末几位啊 看末几位啊 同学们 是不是再往上数一位 就可以了 是吧 对 看末四位就可以了 OK 非常棒啊 当然这个不考 我们就知道是这么回事就行了 那么同这个道理的呢 还有五 五跟二是一对 是不是啊 因为二乘以五等于十嘛 所以你看啊 这个一二三四五六 我们是不是一看 他就不是五的位数啊 是吧 末位数是六 不行 那如果是一二三四五零呢 是不是五的 是不是二十五的位数啊 我们是不是看末两位就行了 五十是二十五的位数 所以整个都是二十五的位数 就这样子 依次类推就可以了啊 这是二四五还有八 这几个数的判断特效 就整除的判断 大家应该没问题 是不是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个另一组数字啊 这是一组 来看一下另一组 另一组是什么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三和九的判定 那三和九的判定 我们先来看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能不能整除三呀 所以多少人还有小学的记忆啊 整除三我们是怎么看的来着 是不是看的是那个数字之和呀 同学们还记得吧 数字之和啊 如果各位数字之和能被三整除 那么这个数字就能被三整除 你比如说 这些数字之和是多少 你也可以都加上去 也可以把带三的先约掉 你看啊 三六约了 一加二是三约了 四加五是九约了 所以这个一二三四五六啊 肯定是能被三整除的 能理解吧 或者你把它都加起来也是可以的啊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消三法这叫 三和九的判定呢 就是所有的数字之和加起来能是三的倍数 那么这个数就是三的倍数 记住这一点就可以 那九呢 九也是一样的 是吧 所有的数字之和加起来能被九整除 那么这个数字就能被九整除 跟三是一样的 所以我在这举一个例子 五二一一三一四 能不能整除三 同学们算一下 这个数能整除三吗 你们可以用消三法也可以把它都加起来啊 加出完了之后我们有什么结论 不能是吧 三一约 这个二跟一一约 五跟一加起来是六一约 剩下的是个五不行 是不是啊 所以有句话叫做爱情里是容不下小三的 是这样子的吧 所以说五二一一三一四 是不能被三整除的啊 大家记住这件事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说的三和九的判定 那在这里边呢 我们着重的记一个事就是什么呢 三和九的数字特性啊 它里边会有跟数字之和相关 所以如果我们在考场上看见了数字之和 那就去想三和九的整幅就可以了 能理解吧 看到数字之和想三和九的整幅 同学们要建立起这种联系啊 由于三和九的判定是用数字之和来判定的 所以考场上你见到这几个字数字之和 你就本能的去想三和九的这个判定就可以了 如果能理解的话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立立立三这道题啊 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四位数 四位数这是个多位数问题 是吧 你分别能被这些除尽 且被这三个数除尽时候呢 三个数商的和是这些 问你这个四位数中四个数字的和是多少 同学们刚才我刚说过 看到了数字之和数字的和想谁啊 是不是应该去想三的整除特性啊 是吧 想三或者是九的啊 这个题呢 应该是想三的整除特性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三的整除的话 我们这个题应该选什么呀 三个 这个四位数能被十五十二和十除尽 那我问大家一下 这个数能不能被三整除啊 能不能被三整除啊 是可以的吧 是吧 因为这个数 我可以把这个数这么写一下 大家就明白了 这四个数 我们把这个四位数 我们把它写在这 然后呢 他应该等 他能够被十五整除 可以写成十五乘以一个数啊 那也就是等于三乘以五再乘以这个数 对吧 那你说他是不是三的倍数呀 一定是三的倍数 能理解吧 这次能理解了啊 其他条件我们看也行 不看也罢 如果这个四位数是三的倍数 那这四位数的数字之和是不是也是三的倍数呀 没毛病吧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看到数字之和想三的倍数 那好了 三的倍数 这里边ABCD 哪一个是三的倍数呀 17不行 16不行 14不行 是不是选择C结束战斗啊 是这样子的吗 同学们这个题你们有没有啥疑问呢 有疑问的抓紧时间问啊 我没有疑问呢 我们把这个思路再理再次理一下 第一个就是看到数字之和想三的整除 那我们来看 根据这个我们来看 这个四位数能被15整除 或者说能被12整除 那他应该是三的倍数 这是第二步 那他是三的倍数了 那他这个和也是三的倍数呀 那你看只有C符合题 因此选择C就搞定了 比较简单是吧 比较简单 那有同学说 老师你看这个条件没用了 是这样子的 是吧 你看我们的第一个 第一个这个 第一题的时候 那个条件更多 但是都没用上 是不是啊 所以你看数字特性 为什么秒杀呀 他只抓住了核心的特征 他不要看那些个无用的相关条件 这样子的话 秒杀才能来的更快一些 是这样子的吧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题 第二题啊 这个题 有同学说什么情况下 是9 是吧 其实刚才那个题呢 你可以考虑3 也可以考虑9 但是那个题明显没有9这个因子 有3的因子 没有9的因子 所以就考虑3了 那如果考虑9呢 他一般会给你说明呢 一般会给你说明 或者是呢 也会给你说连续的10个自然数 这里边就可能有9的位数了 那这个题 这个呢 就有点超方了 我就不给大家继续讲了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这个题 好吧 所以这个一个正方题的表面上 写着6个连续的整数 其实每两个相对面上 每两个相对面上的两个数的核都相等 这什么意思啊 同学们 正方题有几个面 首先来看一下 不能就是如果你是我的学生 出去不能说正方题有8个面 是吧 一定不是8个面 上下左右前后应该是6个面 6个面 6个面上 每两个相对面上的两个数的核是相等的 也就是上加下 跟这个左加右和前加后是相等的 那也就是说 这三组相对面乘以那个核 是不是就是我们所求的这个6个整数的核呀 能理解吧 没问题吧 就因为我们把这个正方题分成了三组 就这6个面的6个数字分成了三组 这三组每这个核都是相等的 所以整个的核呢 应该是这个核乘以3 没有疑问吧 那好了 我们想一想 那这个核肯定能被三整除呀 肯定能被三整除呀 那你看答案选项哪个能被三整除啊 53不行 是吧 加起来是8 52也不行 加起来是7 51可以 50不行 是不是又干掉三个选项 直接选C搞定了 是这样子的吧 所以第二这个题啊 我们只要抓住了三这个特殊因子 那我们就能够判断出来 选择的应该是三的倍数 选择C就可以了 这是这个题的第一个做法 那小太阳问了 有的有其他能被三整除的怎么办呢 那你也可以老老实实的做一下这个题 这个题是什么概念 同学们 它是这样子的啊 六个连续的整数是啥概念 是不是六个连续的自然数的意思啊 现在有六有九有十 那那中间还缺点是不是啊 要连续的话是不是你得把七跟八补上 那你说是五六七八九十呢 还是六七八九十十一呢 这两种情况应该是哪一个呢 小太阳我问你 如果是你你你怎么办现在 你怎么办 是前面这一组还是后边这一组呢 很简单啊 最简单的就是什么呢 你可以看一下中间这五个数字是确定的 这五个数字的核是多少呀 用我们的等差数列的概念啊 用等差数列的概念啊 小太阳做错了 为什么做错了 没仔细看 等差数列六到十 你说这几个数字的核是多少呀 可以用六加上十乘以五除以二 是不是啊 这是一个比较笨的办法 这是那个首相加尾相 乘以像数除以二 也可以用中间这个八去乘以五就可以了 八乘以五也是等差数列的求和公式 或者你就把这五个数加起来 也挺简单的 四十 那你说如果是前面核就是四十五 如果是后边核就是五十一 那你选哪一个 四十五他没有啊 所以他只能选五十一 是不是啊 所以选择的是C选项啊 应该是后边的这一组数字 再细想是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的相对面嘛 相对面的话 那六跟十一肯定得 就是后边的这一块的话 六跟十一是可以相对的 是吧 这个时候呢 八跟九是这个相对的 七跟十是相对的 是这个概念 好 这是我们说的第二这道题的 秒杀方法和正常的做法 这是两两两个方法啊 那同学们对这两个方法 有没有什么疑问呀 小太阳现在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吗 就是没加起来 是吧 中间这五个数加起来是四十 所以他只有后边这一组数字 才有答案 所以选五十一也是可以的 就代入排除也可以 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这个数字特性会更快呀 是吧 瞬间就秒杀到C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说的第二第三 那通过这两道题呢 同学们会发现我们考试的时候考察谁的证数比较多呀 是不是考察三的比较多呀 是吧 考察三比较多 所以给我们一个什么启示呀 如果四个选项里边只有一个是三的位数 注意这句话啊 如果四个选项里边只有一个是三的位数 这是蒙法啊 半仙蒙题 一个秘笈送给你们 四个选项里边只有一个是三的位数 你选那个就行了 就蒙一个 唯一的一个三的位数 尽量的我们可以选这个 大家把这个蒙题的秘笈记记下来就可以了 好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整除特性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来看一下倍数特性啊 倍数特性 倍数特性呢 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 在我们的考试中用的非常多 因为说个实在话 这个整除特性也好 机有特性也好 很多同学在考场上是想不到的 是这样子的吧 想不到 那你想不到怎么办呢 那那你可以不用 用方程也是可以的 那如果用倍数特性呢 倍数特性是我们一个非常有用的特性 就是在我们提干中 如果所有涉及到的量 它都是整数的话 涉及到的量如果都是整数 那么这个时候提干中出现比例分数 小数倍数 这些标红的词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 对吧 你比如说A比例 这就是个比例啊 那分数 比如说这个九分之四 这就是个分数 2.5 这就是个小数 是二倍 这就是倍数 17% 这就是个分数 出现了这些的话 我们就可以使用倍数特性了 什么样子的叫倍数特性呢 它有一个这样一个性质 说这个A比B如果等于M比N的话 其中M跟N互质 什么叫M跟N互质呢 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那天说反约分 六分之四 能不能再约分啊 能是吧 这就不叫互质 这就不叫互质 互质是什么概念 不能再约了 所以你看如果是三分之二 是不是分子和分母就不能再约了 约吗 不约了 如果不约了 那么它就叫互质啊 就叫互质 能理解我说的概念吧 就是N分之M 如果是这个不能再化解了 它就叫互质 N分之M不能化解了 就叫互质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如果此时A比B等于M比N的话 那么我们有一个重要的性质 大家把这个性质可以记一下 A是M的倍数 B是N的倍数 A加B是M 加N的倍数 A减B是M减N的倍数 咱们的讲义上有这一段吗 应该应该有是吧 我记得我给你们弄了个大框里边 是有这一段的啊 那我们来看 什么概念呢 你比如说 6比4 是不是等于3比2啊 那我们来看 那我们来看 这个6就应该是3的倍数 4呢 就应该是2的倍数 那6加4呢 就应该是3加2的倍数 6减4就是3减2的倍数 能理解吧 这就是我们说的倍数特性啊 其实应该叫比例倍数特性 这个特性是非常重要的 你比如说我们练习一下 这个当然这个性 这个这个样子呢 除了这个A比B等于M比N之外 还有一些形式 就比如说我们把笔号写成分数 A比B等于N分之M 这样也是可以的啊 这是第一种形式 第二种形式 还有第三种形式 就是A等于把B乘过去 N分之M倍的B 这三种形式 只要有这三种形式 我们就知道M跟N互质的时候 我们就都可以说A是M的位数 B是N的位数 A加B是M加N的位数 N减B是A减B是M减N的位数 你比如说这个练习啊 甲班人数和乙班人数之比是三 四比三 那同学们我问一下 甲班的人数是谁的位数呀 甲班是谁的位数啊 甲班人数是谁的位数 是不是相当于甲比上乙 等于四比三呀 甲比乙等于四比三 那所以甲班的人数是谁的位数啊 是不是四的位数啊 是吧 是四的位数 那现在我问你 甲两个班人数之和是谁的位数呢 两个班的人数之和是不是也就是甲加上乙啊 那甲加乙是谁的位数呀 是不是应该是四加三的位数呀 也就是七的位数 OK 现在如果有一个提问你 甲比上乙等于四比三 两个班的人数之和是多少呢 答案有有有有一个七的位数 剩下的都不是七的位数 那你是不是就选那个七的位数就可以了 就这个意思啊 好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倍数特性 再来练习一个 女生占全班人数的九分之四什么概念 写成我们的第三个的形式是不是就是女生等于九分之四乘以全班人数呀 这没问题吧 就这个可以表达为这个啊 现在我问大家了 女生是谁的位数呀 女生的人数呢 是谁的位数 女生的人数还是四的位数 是不是啊 女生的人数是四的位数 那现在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男生的人数是谁的位数呢 男生是谁的位数呢 这个就稍微难一点 是不是啊 但是同学们解答的也很好啊 就是男生相当于是全班减去女生 对不对 所以全减去女应该是九减四的位数 所以也就是五的位数 OK 就是这样子的 那同学们已经渐渐的上道了啊 那我刚才说的这俩练习有没有同学不理解呀 有没有同学不理解呀 有不理解的给老师打一个 打打两次 没有的话我们就直接看题了 好不好 5637同学不理解 哪里不理解呢 就是不理解的打两次啊 5637哪里不理解 男生怎么是五的位数 我们刚才说了 A加B是M加N的位数 A-B是M-N的位数 那男生是不是应该等于 全班的人数减去女生啊 没问题吧 全班的人数减去女生 那不就是相当于九减去四的位数吗 九减四就是五的位数呀 对吧 就是活学活用就可以了啊 好的 宝宝的 那我们来看题 看啊 说有一些员工呢 在某工厂车间工作 人是不是啊 有多少名 这是整数 是不是啊 第一个大前提啊 是整数 那我们继续来看 如果有四名女员工离开车间 在剩余的员工中呢 女员工人数占九分之五 这是出现了什么呀 同学们 出现的是分数 对不对 出现的是分数 都是整数的量 又出现了分数 我们可以考虑 是否能使用数字特性 来看一下吧 女生占总员工的九分之五 我们把它写出来 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啊 女等于九分之五 乘以这个总总的 那我们会发现 这里边的女和总 都是剩下来的 是不是啊 所以这得写一个剩女 没有别的意思啊 就是剩下来的女员工 那总这个总数呢 也是剩下来的总数 是不是啊 那剩下来的总数 跟原来的总数 有什么关系啊 它就是原来的总数 减四倍 是不是这意思啊 那好了 现在问的是什么呀 在工厂工作的员工 原来有多少个 那我们知道 剩下来的这个呢 剩的总应该等于 所求的这个 也就是整个的 减去四名 没问题吧 有四个人走了吗 原来的是不知道的 减去四个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胜总 那胜总应该是谁的位数呢 根据提议 根据我们的倍数特性 它应该是九的位数 没问题吧 它应该是九的位数啊 那也就是说 我们求的这个量 减去四 应该是九的位数 那看一下答案 哪一个减去四 是九的位数呀 三十六减去四是三十二 是九的位数吗 不是 排除了 四十减四是三十六 是九的位数 保留啊 不一定是对的 因为要再有一个九的位数 就不好说了 四十八减去四 是四十四 这不是九的位数 干掉 七十二减去四 是六十八 也不是九的位数 干掉 现在干掉了三个 是不是现在选帝 是放心的了 也就是说 我们通过倍数特性的分析 发现原来的 也就是所求的总员工 减去四 应该是九的位数 那我们代入选项 发现只有B满足这个条件 因此呢 选择的是二B选项 这个题同学们 有没有没听懂的呢 有没听懂的 抓紧时间问啊 给大家三秒钟的时间 没有的话 我们就过了 我再把这个给大家梳理一遍 这个题的大前提是 第一个出现的 涉及到的量都是整数 第二个出现了分数 那出现了分数 涉及到的量又都是整数 我们来看一下 根据这个分数 剩下来的女员工 等于九分之五 乘以剩下来的总人数 所以剩下来的总人数 应该是九的位数 也就是说 原来的人减去四 是九的位数 那只能选择2B 是这样子的吧 就是这样子的 那有同学可能问老师 那个男员工 那个条件不管他了 你也可以试试啊 男员工那个条件 你用完了倍数特性 也是选择了2B 但是我们只要用一个 就能排除掉错误答案 所以我们就用一个就可以了 这是例四这个题 没有问题 是不是 没有问题 给老师打一波666 倍数特性啊 有同学说老师说 直接用这个男员工的条件 是吧 其实是一样的 相当于是 我给大家简单的写一下 大家把剩下的工作 自己完成啊 剩男应该是等于三分之一 乘以剩总 是不是啊 所以说说白了 就是原来的人数 减去四呢 应该是三的位数 应该是三的位数 所以呢 也是只能选择2B 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啊 好 这是我们说的例四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例五 例五这个说的是啥呢 两个派出所某月 共受理案件 多少起 案件都是一起一起的 没有办起 是不是啊 所以不管是形式案件 还是这个非形式案件 它肯定涉及到的 也都是整数 都是整数啊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涉及到的都是整数 然后呢 我们发现题目中出现了什么呀 这叫什么呀 百分数 是不是啊 百分之十七 百分之二十 出现的都是百分数 所以我们也可以是试着使用一下倍数特性 那来看一下怎么使用呢 假判书所受理的案件有百分之十七是形式案件 那也就是说假的形式案件 应该等于百分之十七乘以一个假的总案件 是这意思吧 这句话是不是就这么翻译过来的 就把语文语言 语文这个文字改成数学的话 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啊 假的形式案件等于一百分之十七 乘以假的总案件 那一百分之十七是是是最简了吧 是吧 就不能再约了吧 一百分之十七没有约数啊 没有公约数 所以不能再约了 所以我们有一个什么概念呢 假的总数目是谁的倍数啊 假的总的案件数应该是一百的倍数 没问题吧 假应该是一百的倍数 那我们来看啊 一共才一百六 那他自己就得是一百的倍数了 那说白了 他是不是就等于一百的 没问题吧 他只能等于一百二百三百 一共才一百六 所以他只能等于一百 这个没问题啊 假的总案件数只能是一百 那假要是一百了 乙的总案件数我就知道了 是多少呀 那一共一百六 那乙就是六十呗 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 乙就是六十 那乙如果是六十了 我们来看 把这六十起案件里边 百分之二十是形式案件 那么非形式案件有多少起呢 那就是六十减去六十 乘以百分之二十 或者我们如果这个熟练的同学 也可以直接拿六十 乘以百分之八十 都是可以的啊 答案应该是多少 六十减十二 是吧 应该是四十八 所以呢 选择的应该是A选项 OK 这是我们说的例五 这个脉络呢 跟上面一样 也是非常清晰的 第一步判断提醒 发现都涉及到的是整数量 出现了百分数 考虑使用倍数特性 那倍数特性呢 我们使用了一次 发现假的案件呀 得是一百的倍数 又通过一百六十 发现假只能是一百 从而得到了这个乙是六十 那第三步 把这个乙非形式案件 乘起来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说的例五这道题 这道题同学们 有没有啥疑问呢 没有疑问的老规矩 咱们走一波 好吧 这个老田礼物刷起来啊 小礼物刷起来666走一波 好的 那我们这个第二节数字特性 就给大家讲完了 那我们也是给大家小小的总结一下 我们讲了 从第一节和第二节呢 我们讲了这个 这个一共是应该说是四个特性啊 首先是机偶特性 机数偶数 那我们会发现同性为偶 异性为机 是吧 那我们根据这个机偶特性 用不定方程的这个解法去判断就可以了 那整除这里边呢 我们其实讲了两个 第一个是特殊数字 着重的是三啊 着重的是三 三的倍数数字之和 数字之和三的倍数 然后又讲了一个比例倍数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特性了 重要的一个特性了 那这个重要的特性呢 我们会发现 M跟N互质 也就是不能再约了 不约了 不约了的时候呢 A比B如果等于M比N 那我们有结论 A是M的倍数 B是N的倍数 A加减B是M加减N的倍数 这个很重要啊 再画两个三角星 五角星啊 不是三角星 那前面呢 我们在介绍不定方程的时候 还说了一个因子特性 你看这里就成型了 是吧 如果AX加BY等于C里边 两个部分都能被同一个因子整出 那么另一个也能被这个因数 或者叫因子整出 就这个意思 好 这就是我们说的数字特性 所有的内容啊 就到这结束了 同学们 我们再来看一个这个 再来看一个方程法 看完方程法 我们休息一会儿啊 那方程呢 其实同学们反而还不陌生 是不是啊 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学数学 你们现在还记得啥呀 好像就记得这个简单的一元一四方程了 是吧 X加上3等于6 X的一级啊 X应该等于 把3挪过去 6减3应该等于3 这个还是记得的 是不是啊 这个有没有不记得的 就解方程啥的 有没有不记得的 有的话给老师打一个4 应该是记得的 是吧 这要是不记得 那只能说明你上课的时候 都不知道干啥去了 这么多年啊 总是总归是记得一点的 那我们公讨中的方程法呢 其实讲的呢 是比较简单的方程 所以呢 我们其实在这个应用题里边呢 其实有三个步骤 第一个是设位置数 要巧妙 第二个 把位置数设出来了 根据提议 我们去列方程就行了 第三步 把方程一解开 得到答案就搞定了 其实挺简单的 是不是啊 那我们来看这三个步骤 分别需要我们做什么啊 首先呢 就是设位置数 是有同学说老师 设位置数你还用交吗 不就是把他那个 这个要求的设成x吗 没问题啊 没错 第一原则确实就是 求谁设谁 问的是谁 我们就设那个数为x 这是毫无问题的 但有的时候呢 如果你直接设那个数 是位置数的话呢 你会发现你列不出方程来 有没有这种情况 肯定有的啊 列不出方程来 那怎么办呢 那第二原则就出现了 如果是求这个列式简便的话 你也可以设中间变量 什么是中间变量呀 我们想一想 你 你要买房 你要去找谁 你直接找房东 肯定很难 对吧 那谁能联系你和那个 有房子的呢 那就是中介呗 或者是搭不搭 没买房子的话 你结婚相亲 是不是也这样子的 那个介绍人 肯定是又认了你妈 又认了他妈 是不是啊 所以这叫媒妇之言啊 所以这就所谓的中间变量 你只要找到所求量 跟题目里的这个量 都有关系的那个量 那就叫中间变量啊 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记得 第一原则求谁设谁 第二原则 为了简便设中间变量 就可以了 那如果出现 你看啊 又出现这一堆了 是不是啊 比例分数 小数倍数百分数 为什么刚才我们用数字特性 现在又不用了呢 因为数字特性 它是不是有局限呀 刚才我们说了 你出现整数 才能用数字特性 那如果不是整数 怎么办 也也 而且他这个答案 也不好用数字特性了 怎么办 我们也可以设方程来求解 那这个时候 可以设NX简化计算 你比如说四分之一倍的四分之一倍的什么什么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总体设为4X呀 是吧 就比那个设X要简单多了 就这个意思啊 比较简单 那我们来看一下如何设位之数啊 如何设位之数 那我先来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 利益这个题 这个题 同学们 如果用方程的话 设谁呀 一共要运送400箱玻璃 运费每箱是30 如果这个有破了的呢 就不不给钱了 还得赔人家60 一共支付了这么多钱 那你破损的箱子有多少个 是不是这个题 我们第一原则就可以搞定了 求谁设谁 是不是 此次运输中破损的箱子 我们直接设为有X个就可以了 如果有X个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破箱子 破箱子有X个 那好箱子有多少个呢 就是我们完好无损的是多少 是不是就400减X呀 你看一共有400箱 是吧 破的有X 好的就是400减X 那么那9750是怎么来的呀 好的给钱了 是不是啊 每箱给了30块钱 破的呢 不给钱 不光不给 他还得扣去你60块钱 X箱那就扣60X 把这两个都搞到一起之后 才是我们的钱 9750 这是我们这道题的等量关系 同学们理一理 有没有问题啊 箱子一共这么多 就玻璃一共这么多箱 钱呢 一共是这么来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箱子破的设位X 好的是400减X 那我们把这个钱计算一下 就应该是这么一个方程 没问题 是吧 那没问题之后 我们去解就可以了 怎么解呢 前面这应该是就盛起来啊 盛起把它打开 应该是12000减去30X 再减去60X 是不是就减90X啊 就我掰开揉碎的讲啊 因为说实话 如果是基础好 就不这么讲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一个这边就是负的90X 那移到右边 那就是90X那多少呀 等于12000减去9750 是不是啊 那也就是2000加上255 2250 所以我们可以求解得X的多少呢 225 225除以9 那应该是多少 应该是25 就是怎么去计算呢 我就不说了啊 那我们计算完了之后 是不是选择A 直接就结束这道题了 是吧 4437说打个哈欠 题就列出来了 是说我列的快是吗 其实这个题应该很简单啊 还是比较简单的 这个破的我们设了X 所以它的运费就是负的60X 好的呢 30乘以400减去X 加在一块是9750 所以解除X应该是25 没问题吧 有没有问题呢 同学们 第一这道题 有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 打666 有问题的打一个4啊 这个题应该还是比较简单的 好的 那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来看一下这个第二这道题 说姐弟四人呢 要给妈妈买生日礼物 四个人的钱合在一起是180 这是一个等量关系 是吧 就是那四个人加在一起是180 现在说老大增加8元 老二减少8元 老三的钱数乘以2倍 老四的钱数减少到原来的一半 此时那四个人的钱数就相同了 现在他说 如果其中两个人的钱凑在一起 能买一个音乐盒68块钱的话 问你这两个人是谁 同学们 这个题你怎么列方程啊 怎么设了一只数啊 设这两个人是x和y 显然是不太合适的 是吧 不合理 那所以说如果直接设第一原则不好用了 我们是不是就得想第二原则了 那这两个人的钱数跟哪个题 跟哪个数有关系呢 同学们 我们想一想 能把这四个人的钱都联系在一起的是哪个量啊 我换一个颜色 是不是就最后这个此时四人的钱数相同 对吧 经过了一系列的操作 此时四人的钱数都长成一样的了 那我们就把这个量当成中间别量 因为能够从他推得以前的 就是那四个人以前有多少钱 没问题吧 那好了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设这四个人 钱数相同的这个数为x 有没有疑问 这就是中间别量的设法啊 找一个跟大家都相关的 设他为x 那你看老大 他的钱数是多少 老大的钱增加八块到x 那你说他是多少呢 是x加八还是x减八 是不是应该是x减八呀 这样子他再加上八块钱才能到x吗 没问题吧 那老二呢 老二减去八得到x 所以这里就应该是x加上八 注意的这个方向啊 加了八块钱之后 你再减八块钱才能到x 那同样的道理 老三呢 老三要乘以二才到x 那他是不是就应该是二分之x呀 这时候乘以二正好得到x 老四也是一样的道理 他到原来的一半是x 所以他原来应该是二倍的x 一半正好是x 所以你看我们设了一个中间面量 四个人的钱数相同的那个数是x 是不是就很方便的把这四个人的钱都表达出来了 表达出来了之后 我们来看有什么等量关系啊 合在一起是180 是吧 所以我们把这四个都合在一起 这是180块钱 一个方程一个位置数 是不是还挺好求解的呀 是吧 我们来看减8加8就约了x的系数是多少 12然后再加一个244.5x是吧 这二分之x就相当于0.5x嘛 4.5x等于180 x等于多少啊 x应该也就9x等于360呗 是吧 x应该等于40 x等于40 我们来看一下 四个人的钱我们是不是都能知道是多少呀 四个人的钱分别是多少呢 我们把x等于40带进去带进去啊 来看一下 老大的钱是40减8 那是不是就32啊 老二的钱是40加吧 那也就是48 老三的钱是这个40除以2 那也就是20 老四的钱应该是80 能不能提吧 这是我这个四个人的钱 他说这两里边呢 有两个人的钱凑在一起能买68的音乐盒 你看哪俩人凑在一起是68呀 是不是只有老二和老三凑在一起才行啊 这两个加起来是68 所以我们的答案应该是老二和老三 也就是我们的A选项 OK 这是例二这道题啊 中间变量法 同学们有没有什么疑问呢 就是我们用中间变量的话 其实他的这个潜力条件是 地求谁设谁不好用 是吧 如果好用我们一般就求谁设谁 不好用了呢 我们就设个中间变量就可以了 这是例二这道题 没有啥疑问吧 是吧 没有啥疑问啊 如果没有疑问的话 那我们再来看 像这几个题呢 我们列方程应该说还都是比较好列的 是不是啊 比较好列的 那有的时候不好列方程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方程呢 他的这个题的信息量很大 怎么办呀 我们如果寻找等量关系 发现信息量很大的话 我们一般可以用一个列表法 啥概念呢 就是我们信息量大的时候 可以列一个表格进行处理 把不同的主体放在不同的主体之下 就跟刚才这个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这个似的 我们把这个老大老二老三老四都放在这 是不是这个题目就很清晰啊 就每个人的钱也就很清晰了 所以信息量大 列方程可以使用列表法啊 你比如说我再举一个例子 例三这个题 你看是不是有好多个主体啊 某社区图书馆清点库存发现 人文社科类的图书是自然科学的二倍 比儿童图书多15册 然后儿童图书呢 还有一个生活应用类图书的三分之一 然后还有一个其他类的图书和所有的图书 感觉应很多个主体 是吧 为了避免混淆 我们把它都写在这里 第一个是人文类的 然后第二个是自然类的 我们写第一个字就行了啊 然后还有儿童类的 还有生活类的和其他类的 最后呢 这五个加起来应该是总的 没问题吧 那我们来看 这个主体放在这了之后 我们来看 我们应该设谁呢 位置数应该设谁啊 该社区的图书馆拥有自然科学数多少册 求谁设谁可不可以啊 可以是吧 那优先求谁设谁 就是自然科学的图书设为X测 那我们把其他的都用X表达一下 看看好不好表达呀 人文社科是自然科学的二倍 那是不是就是2X呀 这没问题吧 是他的二倍呢 就是2X 那儿童图书比儿童图书还多15 人文比儿童多15 那儿童是多少 就2X减去15呗 没问题吧 就是他比他多15嘛 所以2X减去15就是儿童的 又说儿童呢 是生活应用的三分之一 那你说生活应用是多少呀 是不是就是前面这个2X减5乘以3呀 是吧 那我们给他直接解完了 是不是就应该是6X减去45啊 什么情况 不要翻我的PPT啊 是不是就是6X减去45啊 没问题吧 大家也可以在这里也可以进行计算啊 就是3倍的2X减去15 它应该是6X减去45 没有问题 那好了 我们现在来看 其他的呢 是76测 这是给了个具体数值 总数呢 76占所有图书的六分之一 那总数是不是就76乘以6啊 没问题吧 说白了就是76除以六分之一 是吧 总数应该是76的6倍 那现在好了 我们把所有的这个各个部分都已经给理出来了 那你说现在这里边有什么等样关系啊 是不是所有的前面这些各个类别加在一起应该等于总的呀 没问题吧 所以我们把这些都加在一起 都加在一起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关于X的一个方程 只有一个位置数 所以求解 X的系数是多少 2加上1 3加上2是5 5再加上一个6是11X 11X 然后这边呢 减去15再减45 那是不是就减了个60啊 减60加76 那就加了一个16 等于76乘以6 那也就是说 11X应该等于这是 420加上36 456 是吧 456减16 那是不是就440啊 440 所以X等于多少呢 X应该等于是40 问题吧 那我们求谁设谁 既然X求出来是40 那我们直接选40 那我们直接选40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说的列表法 当我们的主体特别多 信息量特别大的时候 我们可以列这样一个表格 但是不要求你要画那个表格线啊 你看我们啥也没画 我们只是把这些词放在这就可以了 这叫列表法 去列方程 这道题同学们 有没有啥疑问呀 有没有啥疑问呀 给大家三秒钟的时间 有疑问的打4 没有疑问是吧 没有疑问就最棒了 那这个题呢 其实是我们方程法解题里边的 比较难的一个题了啊 所以同学们要有信心 就虽然前面讲题 我们也有这个磕磕绊绊的 就是听起来就是有点吃力的 但是你看难度 他也就这样 就是也没有说特别难的 当然特别难的 我们直接就放弃了 是不是 你像那种什么概率啊 排列组合啊 那种就放弃了 方程里边很少有难题 像这个就算是比较难的了 那好 给自己一点信心 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四这道题 第四这道题呢 说单位今年的一月份呢 购买了五包的这个A4纸 六包的B5纸 然后购买A4纸的钱 比B5纸少五块钱 然后呢 又说这个第一季度这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能求谁设谁吗 能这个设这个美包B5比A4便宜X元吗 是不是不太好做呀 是吧 不太好做 所以怎么办呢 这里边其实涉及到的是两个量 是不是 两种值 一个是A4 一个是B5 所以我们这个题呢 应该用的是方程组 也就是说前面我们都是设的一个位置数 这个时候我们要设两个位置数了 5857说的对 我们要设XY了 设XY也是可以的 那这个题里边呢 其实更好的是什么呢 直接设A和B 有没有发现 就反正你就是设个字母嘛 那字母是A还是B 是X还是Y 是小明还是小红 其实都是可以的 能理解吧 就是我们设A和B 它的好处是 就不用再倒回去 看它对应的是谁了 好 我们就设这个A4纸的价格 每包是A元 B5纸的价格 每包就是B元 可以吧 那我们来看具体的等量关系啊 说购买A4纸的钱比B5纸少5块钱 这是什么意思啊 一包是A元 五包是5元 一包是B元 六包是6B元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购买A4纸的钱比B5纸少5元 怎么表示呀 是不是5A等于6B减5的意思呀 没问题吧 就是他比他少5块钱 就可以这么表达 这是第一个式子 这个大家能理解吧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条件啊 有这样子的 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 一共花了510块钱 这个一共是怎么来的呀 一月份是这个这么一个概念 那一季度呢 是15倍的A 加上12倍的B 那应该等于的是510 这就是我们的第二个条件的表达 这两个条件的表达没有问题 是不是啊 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 我们发现 这是两个方程 两个位置数 那我们是不是很轻松能解出这个A和B啊 没问题吧 我们可以解得A和B分别等于多少呢 我们试着解一下啊 有没有同学不会解这个啊 我们可以把一式带到二式里边 你都乘个3啊 你看这就是15A了 乘个3 乘以3就是15A 这边呢 就是18B减去15 带到二式里边去 那也就是18B减去15 再加上12B应该等于510 没问题吧 也就是30倍的B应该等于多少呢 应该等于525 所以你看B等于多少 这是啊 B应该是等于1 110 然后是7.5 17块5 是这样子的吧 B应该是等于17块5 那A呢 刚才我们说了 5A等于6B减去5 6B是多少呀 6乘以17块5 那应该是 6乘以17块5 那应该是 我们在底下乘一个6啊 那应该是60加上45 5应该是105 是吧 105 然后减去一个5 应该是100 5个A等于100 A应该是20 所以你看 解出来A等于20 B等于17块5 这个这个过程 大家应该没问题 是不是啊 没问题啊 这是解放城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再来看 解完了之后 我们看他问的是什么呢 每包B5纸 比这个A4纸便宜多少钱 便宜多少钱 20 17块5 17块5 比20便宜啊 2块5 就是20减17块5 就可以了呗 所以选择的是C选项 是这样子的吧 就是所问应该等于20 减去17块5 应该是等于2块5 所以选择的是C选项 这是我们说的 例四这道题啊 例四这道题 这道题同学们 有没有啥疑问呀 有没有啥疑问呀 这道题应该 疑问也不大 是吧 应该疑问也不大啊 说白了它呢 就是一个这个列方程求解的过程 我们设了两个位置数 那在这里注意的就是我们设计两个位置数的时候呢 可以优先的去设A和B这样一个字眼 因为这里边涉及到A和B 所以为了我们不再去一一再对应回去 我们直接就设AB就可以了 好 这是例四 有问题的给老师打四 没有的 我们过了啊 那至于列方程的这个速度呢 同学们还是那句话 多刷题 多练习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不定方程啊 不定方程是什么概念呀 刚才我们已经进行过描述了 位置数的个数如果多于等式的个数 我们就说它是不定方程 如果是两个位置数一个等式呢 比如说AX加BY等于C这种形式 我们就说这是个不定方程 如果是AX加BY加上CZ等于D 这里边有EEEE 都是常数的意思啊 还有A2X加上B2Y再加上一个C2Z等于D2 我们说这就叫做不定方程组 一般情况下我们考的就这两类啊 就这两类 那我们这个不对文值呢 目前还没怎么考过这个不定方程组 考的话也很简单是吧 两个方程嘛 你把一个带到另一个里边去 应该是就转化为这个不定方程的形式了 就是不定方程组可以通过校园转化为不定方程 所以重点在于怎么去求解不定方程 是这样子的吧 那我们来看不定方程怎么去求解呢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代入排除是没问题的 可以从选项里代入 也可以找个数代进去试试 那还有就是我们说的数字特性 这里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机有特性 一个是因子特性 再长调一下啊 机有特性和因子特性 那不定方程组呢 直接消源化为不定方程就可以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不定方程的解法 好不好 再再次强调一下啊 不定方程的解法有两大类 一类是代入排除 一类是数字特性 数字特性呢 主要是机有和因子特性 那有朋友说老师优先使用哪一个呢 你看哪个顺眼你就用哪一个 或者是如果你不知道顺序的话 你可以这样试一下 代入是排在第一位的 代入不行的话就机有 机有的话 如果限制比较少 答案太多的话 你再使用因子 这是我们的顺序啊 顺序一般是这个样子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不定方程的这道例子啊 题目也很长 也是看上去也是有点难度的 那我们来读一下这个题 是什么概念 儿童艺术培训中心有五个钢琴老师 和六个拉丁舞老师 这是两类老师 学员呢 一共有76个人 分别平均的给每个老师带领 这个分别平均是什么意思 同学们 假如没有分别 就只说平均的给每个老师带 那是不是就是说 每个老师带的学生数是一样的呀 能理解吧 那加上个分别呢 那也就是说钢琴老师带的钢琴学员一样的 拉丁舞老师带的拉丁舞学员人数是一样的 是这个意思啊 所以你知道分别平均的概念 这个题就没啥大问题了啊 说白了就是 假如每个钢琴老师带X个学生 就一个老师带X个学生 每个拉丁舞老师呢 带Y个学生 那你看是不是就是说每个老师带的都是X 钢琴而言 拉丁舞而言每个老师带的都是Y啊 就这个意思啊 所以这是分别平均的概念 分别平均完了之后 我们看刚好分完 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是不是可以列出个方程啊 钢琴学员一共有5X个 这个拉丁舞学员呢 应该有6Y个 没问题吧 这是分别平均了 正好分完是不是就一共76个人的意思啊 这是我们从这个前面的这个里边得到的这个信息 然后现在他又说每个老师带的学生质量都是质数 这个条件也很重要 都是质数 虽然我们也看不出怎么用 那我们现在来看 求的是啥呢 学生人数减少了 老师的这个这个裁员了 是吧 看来我们的前途堪忧啊 这个这个老老师呢 也被裁员了 但是每个老师带的学生数量不变 就X还是X Y还是Y 现在问你培训中心还剩下多少学员 那问的是个什么意思呢 带的学生数量不变 4个老师带4X个学生 3个拉丁舞老师带3Y个学生 是不是就这意思啊 所以问的就是4X加3Y是多少 那同学们现在我们把这个题目的移植条件都摆在这里了 你看怎么做呢 怎么做呢 首先这是一个不定方程 对不对 有两个位置数 只有一个等式 那我们来看怎么做呀 怎么做 代入排除好用吗 首先看不好用 是吧 由于培训中心还剩下多少学员 所以他不是直接的X和Y不好代入 走了 那我们来看 是不是就接着就要用到G5特性了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啊 G5特性 76是什么数呢 是偶数 6Y是什么数呢 有6在肯定也是偶数 是吧 所以什么数跟偶数相加能得到偶数啊 同学们 是不是同性才能得偶啊 是吧 同性才能得偶 所以5X应该是偶数 没有问题吧 那好了 现在我们想啊 5X是偶数 那5不是 所以X是偶数 那刚才我们又说了 学生的数目还都是质数 所以你说这X是多少啊 同学们 既是偶数又是质数的 前面我们讲数字推理的时候也说过 是不是唯一的一个数 偶质数是谁来着 就是2 没问题吧 所以你看啊 通过我们分析发现 问的这个X呢 其实就是2 G5特性 就是2 那好了 X等于2 你是不是能把Y也解出来啊 那你多少 5乘以2是10 76减10是66 66除以6 那Y应该等于的是11 没有问题吧 所以你看 我们通过G5特性的分析啊 就直接搞到了这个偶质数 也就是X的答案 就是2 那我们带到这个问号里边去就可以了呗 4乘以2 再加上一个3乘以11 8加上33 是吧 应该是41 所以选择的是4D选项 OK 这是L5这道题 这道题呢 当年感觉还挺难的 是吧 你看你把它刨顶解牛 把它仔细的去分解一下看 其实也还好 也还好 那我们注意 在不定方程的这样一个求解里边 我们记住这些方法 好吧 代入排除又闲 如果不行呢 就既有特性 既有特性还不行呢 就因子分析 就跟我们前面说的似的 你去找那个因子 11A加上7B 那你去找它是不是11的位数 找它是不是7的位数 就可以了 好 这是L5这道题 这道题有没有啥疑问呀 没有疑问的 同学给老师打个666 好 我们来看一下方程法 小结 是不是有涉列解三个步骤啊 那我们来看涉的话 两个原则啊 第一原则求谁涉谁 第二个原则呢 涉中间变量 这个时候呢 也可以按照那个分数去涉位置数 也是可以的 列的话 如果信息量大 可以列个表格 解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主要说 其实这个结主要说的是不定方程 是吧 方程我们应该都会解的 那不定方程呢 我们来看 概念我们不再提了 那解法呢 就是代入排除和数字特性 不定方程组呢 我们转化为不定方程去求解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说的方程法 那好了 我们休息五分钟 一会儿我们讲复制法和基础计算 好吧 现在是八点四十八 一会儿八点的四五十三分 我们回来上课啊 有疑问的可以可以提疑问 没有没有就是我们没有疑问的话 先让我们的小苗老师给大家放几首歌 准备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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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看来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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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